内政部民政司科长林正德 7号上午到了花莲县议会颁政 政府议长当选证书 议长张俊表示 这张证书历经重重打压得来不易 而证书也代表着所有相亲好朋友 对张俊的力挺和期待 这也是他要继续强力监督 和伸张正义的民意授权书 张俊说他会全力承担这份殊荣和责任 为花莲的改变和美好继续打拼 议长张俊接下证书之后 强调议长的责任重大 除了要反映民意 更要捍卫县民的福祉以及权益 担负起监督宪政的责任 对啊 这为民服务真的是不简单 对啊 接解释啊 跟修正啊 议会议事规则这部分 议长张俊指出 这张证书代表着 所有乡亲对张俊的力挺与期待 更是强力监督和伸张正义的民意授权书 他会与当选的议员们 共同监督花莲县的基础建设 以及社会福利 并全力承担这份殊荣与责任 为花莲的改变和进步来继续打拼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